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業的情況和潮流 其實很有趣,每一個年代或者每一個國家 他們平暴清雲的途徑是不同的 譬如委內瑞拉,他們平暴清雲的武器就是靠選美 所以為什麼有那麼多選美學校在委內瑞拉呢? 那巴西就靠什麼來脫貧呢?就是踢球 在中國來說就是讀書 自從秦朝開始有科舉制度 如果你在唐朝寫得一首好詩,你就會成為一些名士 接著應該是明朝,你會寫一些清詞 清詞的意思就是要來燒香品辰的詩 你就會變成很容易變成一些首相 或者變成在內閣裡面 清朝要懂得寫八股文 每一個年代都不同 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如果你考會考厲害,讀書厲害的時候 你入政府或者入商界就會是平暴清雲 但今時今日因為互聯網的關係 途徑會多了很多 因為要去出名,要去在網絡賺錢 是另外一回事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是什麼呢?就是在說ESG 最近看到有一間房地產公司 他們願意出十萬元的人工一個月 請一些叫ESG策略師 那這個ESG策略師 第一件事要認識房地產 第二又要認識ESG ESG是代表地產公司 經過疫情之後 是一個很火紅的Terms 尤其是在投資界裡面 因為ESG是Outperform了 即是ESG元素很高的公司 就Outperform了其他 沒有那麼注重ESG元素的公司 令到很火熱 那我很慶幸 幾年前 兩三年前 就得到合規師工會 陳主席的欣賞 就委派了我 做他們工會的ESG總召集人 跟著也都很幸運 那配然環保也都委任了 是他公司的高級顧問 那很開心就寫了一本書 有一部分就講ESG 還有近年幾兩年 我寫了很多文章 還有拍了很多視頻就在ESG 令到我可以有機會 跟一些大專院校 談些合作 做一些課程是關於ESG 有些還要跟房地產去結合 因為自己本身是一個測量師 對房地產有些認識 看看怎樣可以把房地產的元素 結合ESG的元素 是很配合整個ESG的大趨勢 我都很希望 如果有其他朋友 對ESG有興趣 可以跟我聯絡 去談一談 大家有甚麼可以合作 接下來下半年 我應該會出一本ESG的書 即更加集中的講ESG的書 希望成為這個領域 可以講到少少話的人 今天想講的ESG 或者是行業大出世 就到這裡 有甚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